哇 它闖紅燈啊 對不起 不要舉報我 我真的來不及踩煞車 我以為它會踩 結果它沒有踩 哈囉 大家好 換拉發安豬的頻道 我是安豬 真沒想到這次我竟然上車了 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是特斯拉最新的FSD V12.5.4版 這是這幾天才剛推出的 而且很意外的這次Hawar 3.0的車 竟然也可以試用 還記得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特斯拉宣布有幾項 未來幾個月它們要達成的目標 現在已經到了9月底啊 我們來檢視一下 9月的目標到底達成率有多高 很高興的跟大家分享 大部分設定的目標都有達成哦 其中包含了Hawar 3.0的車主 也可以使用V12.5版的FSD 以及真智能召喚 這個甚至連在台灣的朋友 都可以開始使用了 除此之外 已經等了將近一年的CyberDrop車主 也總算有了FSD可以使用了 不過其中只有一項 讓人依舊打個問號的 就是關於FSD V12.5版 它需要緊急介入的里程數 能夠比以前高達3倍以上 關於這點 在我今天出來試駕以前啊 看了一下大數據的統計 根據FSD Tracker的數據指出 目前累積的駕駛里程處 正在急速攀升當中 已經來到了7萬多英里 在我剛剛出門前 顯示的里程數是每166英里 就需要緊急介入一次 如果在細分 Hawar 4的車是每141英里 就需要緊急介入一次 讓人意外的是 Hawar 3的車 駕駛數據大幅提升到了47,000多英里 表示有許多Hawar 3的老車主 開始收到更新了 而目前是196英里 才需要緊急介入一次 不知道這跟老車主比較習慣 FSD的駕駛方式有沒有關係呢 而今天要帶大家來體驗的是 最新的V12.5.4版 才剛剛上線 所以目前累積的數據並不是很高 只有2000多英里 不過表現是比之前的版本都還要好 目前是255英里 才需要緊急介入一次 今天我帶大家來走走市區 看看它的表現如何 昨天我已經使用了一天 感覺是非常的驚艷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覺得我這種實作影片 對你了解特撒FSD的進展 有點幫助的話 還請記得在下面幫我一個讚 給我一點鼓勵 同時也記得要追蹤我的頻道 日後就不會錯過更多FSD最真實的試駕表現 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降息已經開始了 但富途贈送給大家的開戶禮依舊非常大方 以美國為例 依舊維持前三個月8.1%的超高利息 而且搭乘入金任務後 還可以再領15股的免費股票 更棒的是不只美國 連加拿大與澳洲的朋友都有開戶好理可拿 各位有美國商碼的朋友 記得趕快透過下方說明的連結去申請 好了 接下來就請大家跟著我一起上路 看看最新的FSD V12.5.4版表現到底如何 好 既然說是端到端 我們就讓它從停車場開始出發 反正非常快 當我FSD的控制感一下去之後 它馬上就開始起步了 那我今天的畫面會稍微拉遠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是完全沒有補方向盤的 因為這個版本呢 再也不需要要求車主隨時去碰一下方向盤的 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腳是沒有在踩踏板的 那如果我有介入的話我會跟大家來說明喔 今天這段路的駕駛里程大約將近5英里啊 所以希望是可以不要遇到任何需要介入的情況 在經過昨天的駕駛之後 我發現自從可以不用手扶方向盤之後 我是可以做的更輕鬆啊 我是可以整個人躺在椅子上啊 這個放鬆感是比以前要增加許多 除此之外這個版本也可以支援戴著墨鏡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但是他就是可以做到眼球辨識 那根據我自己的駕駛習慣啊 我其實沒辦法離開路面太久 所以昨天一整天試駕下來呢 我從來還沒有觸發過 他要求我接手或者注意路面的警告 但我想這根據每個人駕駛習慣不同啊 像我在更新到這個版本之後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我真的幾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介入哦 好 現在綠燈 不過剛剛有一台車闖了紅燈哦 但我發現我們車他非常好 是等那台車過了之後才做反應 要不然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一看到變綠燈呢 車子就會開始起步了 但剛剛因為很像有一台車闖了紅燈 所以他是時時有在觀察路況的哦 看各位看到這邊一變綠燈 他馬上就起步了 甚至比旁邊的一般汽油車還要快 而身為一個Howard 3.0車主呢 說真的我已經很久沒有收到FSD的更新了 所以這次能夠一口氣來到V12.5.4版 說真的我內心是感覺到莫名的激動啊 而在昨天試駕一天的表現後 我覺得是有大幅的進步啊 好 雖然路邊停了台公車 但我感覺對我們的車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非常順的直接就過去了 也沒有需要做任何的減速 但畫面可能呈現不出來 我有感覺到他有稍微的偏移向旁邊一點點點啊 跟我平常駕駛習慣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 在不久後我們即將要右轉 我們就來看看他什麼時候會進入換線的動作 在昨天高速公路上 我發現他換線的時機點 判斷的是比以前還要更好了 哦 大家看到前面的車況是稍微有點複雜啊 有大車 然後車又是有點多 我們看看他能不能夠順利的換到右線去啊 因為這邊的人呢 有時候不太像人的 不過現在狀況不錯 我們的右後方剛好沒有車 如果我開的話呢 我現在就會換線了 OK 打了方向燈 後方沒車 沒有問題 OK 這邊這個轉彎可以說是行雲流水啊 在過去的部分版本 我感覺他轉彎的時候 方向盤有時候會像抽筋一樣 如果你有關注以前的試駕影片的話就知道 不過到目前為止 這個版本給我的感覺是非常流暢的 而我自己的設定呢 是讓他自己決定開車的速度要有多快 所以我並沒有幫他設限說要多少 他會根據車況來判斷 我自己覺得在這種設定下的表現 是比我幫他設定速度上限還要更好 因為即便我幫他設定速度的上限啊 很多時候他也不會開到那個速度 所以不如就讓他自己決定 那像這邊雖然限速35英里啊 但是他可以開到40甚至45英里 那前方這個彎呢 在早期的版本一直都很有問題啊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過得非常的 絲滑 非常的滑順 沒有任何的問題 跟我自己駕駛幾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現在感覺這種試駕對他來說 是不是有一點太簡單的呢 不過這真的一路走來也不容易啊 大家看看我大概過去一兩年的影片就知道 即便是一樣的路啊 在以前是開的有點掙扎的 那待會應該算是今天最大的挑戰 就是前方要左轉的地方 因為那邊有時候車子會排的比較長 在過去的版本 我感覺他沒辦法判斷什麼時候要切進去哦 但是在昨天像我昨天試駕的時候啊 我感覺他真的是用人的思考在做行動的 譬如說昨天我要上高速公路的時候啊 因為車子排的比較長了嘛 他就知道要break the rule 雖然說那邊是雙黃線 理論上是不能跨過去的 但是真正在駕駛的時候呢 為了避免擋到後面的來車啊 我們那個人類在駕駛的時候會跨到雙黃線裡面 那昨天我真的很高興看到他就是這麼做的 所以我昨天我就感覺到哇 這真的跟以前感覺非常的不同 好我們看看前方這個左轉今天車多不多呢 哦遠方看到有一些車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提早靠向左邊 我們來看看他是否能夠順順的 跟著前方的車靠路左邊哦 前面的車打了方向燈 他會超過他嗎 還是會跟在他後面 哎這就是我說的 在以前的版本呢他可能會開到前面 然後發現感覺好像不太對 但有可能就已經過頭了 但今天他是可以判斷前方的車 他也要左轉 所以我們可以順順的跟著車流 提早進到左轉的車道 這跟以前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啊 而且到目前為止 我的手是連方向盤碰都沒有碰過一次哦 大家有注意到嗎 哇所以今天幾乎可以說是是臨界路的表現啊 5英里左右的駕駛路程 那雖然有人會說這個 跟譬如說像台北啊 那種很多車 甚至摩托車的環境比起來單純許多 沒錯我也同意哦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學會走路才能夠跑步嘛 如果說連這麼單純的環境都沒辦法處理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會想像他能夠處理像台北那種大都會城市的 複雜路況呢 但至少現在我們已經明顯看到這樣的路況 對特斯拉來說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非常期待 尤其日後他進入到中國之後 他能夠受到的訓練 數據上肯定又會比在美國要多上非常多倍 好最後一個考驗就是進到Costco的停車場 因為一般來說Costco停車場是比較忙碌一點的 看看他的表現如何 好這邊前方一個無保護的左轉 對沒車所以也沒什麼問題啊 OK進入到Costco的停車場了 我不知道他會把我們帶到哪邊呢 我們就等到他到達目的地的景色音響起後 我再來接手 所以今天這趟路可以說是完美達成啊 OK我們已經到目的地了 這邊我來去停個車 由於剛剛過程實在太簡單了 我想大家都還意猶未盡 所以我幫大家設了一個會經過高速公路的路段 並且還有塞車的情況 我們看看Fossal Driving V12.5.4版 在這樣的路段下表現會是如何 一樣我們從最繁忙的Costco停車場開始出發 好我們等到他可以FSD的符號出現後 我們就開始讓他來駕駛囉 好操縱桿往下一波 他就開始進入全自動駕駛的模式 不過 一開始我們看到前面行人蠻多的 我們看到他什麼時候會開始出發 好像非常猶豫 可能是因為他左右兩邊看不到的關係啊 所以各位看到我前面加裝的這個鏡頭 其實不錯 遠遠的還我視角看不到車子過來 但是我從畫面可以看到 好現在沒車 所以幫他加一點電門 OK出去後 好他就開始自己轉了 不過這邊有台車出來 他停了下來 對面這台車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出來喔 好我們應該是可以走了 他不動所以我幫他補了一點電門 所以停車場這種相對比較複雜的路況 對他來說挑戰還是比較大的 好我腳已經放開了 接下來這邊讓他自己駕駛 感覺出來他是非常的小心謹慎 因為這邊行人非常的多 不過各位在台灣的朋友 有些人相信已經收到了S Actually Smart Salmon 我感覺他離旁邊非常的近啊 但是還不錯 漂亮的閃的過去 接下來應該問題就不大了 OK我們左方有來車 這台車過了之後應該就可以走了 好不錯 我個人是認為啊自從開始可以不用手碰方向盤之後 這改變是比你想像的還要大喔 因為這個輕鬆感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在過去的版本我會很潛意識的每過個幾秒啊 手就去撥一下方向盤 但現在就再也不需要了 只要在路況相對單純的環境 我可以非常放鬆的手就放在我的腿上 整個人就這樣躺在椅子上 就跟乘客一模一樣 真的沒騙你 這個彎道稍微有點小彎了 不過沒問題 他選擇在彎道的時候靠右線 OK 看一下這邊的右轉 沒有問題 而且我發現自從更新到V12.5版之後呢 我其實介入的時候 踩電門的機會會比踩煞車還要多喔 所以比較多的時候 我還是跟我的駕駛習慣不同啦 就是我有時候覺得它還是稍微慢了一點 不然除此之外呢 我感覺它需要介入的次數 是比以前要少非常多了 但也不是沒有啦 我昨天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有一次我也是算緊急介入 因為 但我沒路下來 所以口說無憑啦 不知道待會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OK 這邊就有點 不是很順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右轉 所以它其實 最一開始它就是要靠著右邊走 但是它好像到最後一刻才決定要靠向右線 所以跟以前的版本類似啦 就是說有時候它在選擇線道的時候 感覺是有一點猶豫的 這在以前的版本也有類似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要上Freeway了 我們看看它在高速公路上的表現如何 在這個版本它高速公路一樣是用AI做端到端的決策 我自己感覺是有比以前還要更好一點 這邊是有砸到管控的 我們看它什麼時候踩下煞車 它沒踩 哇 它闖紅燈啊 對不起 不要舉報我 我真的來不及踩煞車 我以為它會踩 結果它沒有踩 OK 好 我們 很順的靠向左方 因為我們剛好左後方沒車 不過昨天我們在上一個比較防滿的高速公路的時候 它匯入車道的狀況算還蠻不錯的喔 好 接下來它的 一直想要試頭切向左邊 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但是左邊大貨車一直過來 大家可以從它這個後照鏡的方向鏡的鏡頭 可以看得出來 感覺它想切 但是沒有切 要我也不會切啦 這個時候要就要趕快切了 後面的車 可以 好 OK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畫面感覺不感覺的出來 但是像這個方向盤 它剛扭動的速度是稍微有一點偏擠啊 就是感覺不是那麼的舒服 但沒有安全上的問題啦 只是感覺上而已 就感覺是比較抽一下這樣抖一下這樣子而已 但是安全上沒有問題 安全上沒有問題 但高速公路就是這樣啦 一旦進入到車流之後 基本上我們沒有換線的話 都可以很順的行駛啦 但是它的挑戰就是 在不塞車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像FSD 它可以最快到85英里 130幾公里 在以前甚至可以到90英里 但是它一直沒有恢復到90 現在一直是只能到85 但對大部分情況之下 也算是夠用了啦 只不過在高速公路 它必須要有更高的準確度 要不然一旦發生事故的話 在那種速度之下 有可能會更嚴重 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因為待會一路就是塞車 一直到下交流到為止 不知道各位觀眾 對於今天特莎最新的 V12.5.4版的表現 你們怎麼看呢 我自己覺得是有大幅度的改善啦 那但是有沒有到可以完全無人駕駛 甚至可以作為你的無人駕駛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點點空間啦 尤其像在剛剛在停車場 我如果沒有人為介入的話 我不知道它要花多久的時間啦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這個是在10月10號 即將要推出無人駕駛之前 所推出的新版本 我不知道到時候無人駕駛 它是會採用V12.5.4版呢 還是它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各位觀眾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最後好感謝Gamma 淬光 隔二子贊助今天影片播出啊 尤其在加州 我們這邊其實是陽光蠻普照的 所以隔二子一直是我買車 第一個就會去裝的配件 那這個東西一用就是好幾年嘛 所以我會傾向選擇比較高品質的產品 那各位如果有貼隔子需求的朋友 記得可以透過我下方輸入連結 去購買他們的產品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點幫助 如果有的話 臨走前記得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下支影片 也要跟他分享更多關於特斯拉 FSD實際上路的影片哦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